網上視頻顯示 22號 重慶沙平坝區荔枝園小區強拉陽性人員隔離 被小區居民攔下 要求給兩人做抗原檢測 並現場直播 結果檢測都是陰性 重慶市民宁先生表示 他有類似經歷 他不相信所謂的檢測報告 中共當局日前下令大力推動建造方艙 宁先生質疑 重慶為了防疫補貼大建方艙 下級單位為了利益也拼命拉人入住方艙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日前到重慶指導疫情防控 也要求加快方艙建設 日前網上熱傳一張群聊截圖 爆料者說 方艙每接收一名隔離人員獲得3500元政府補貼 現在重慶北站出現故人去方艙的羊二客 只要住5天就給500元報酬 新潭記者陳傑 李珊珊 黃雨寧採訪報導